早上天氣很熱, 所以做一些涼爽的食物 去南太平洋的小島斐濟 一個國家, 做一個很有名的食物 這個食物是在街上的餐廳、酒店等 一定能吃到這個 看看怎樣做, 不用煮的, 很簡單 這個食物叫Cocoda, 即是野漿魚 是凍食、生食的, 但成傳了土著很多年的做法 用檸檬拿的魚, 不用煮 首先有400克的白魚柳 用任何一頂白魚都可以 當地人用一隻魚叫Mahi Mahi 但在香港很難找 所以用黏魚柳或其他白魚柳都可以 先把魚切乾 然後切成小塊的份量 然後放三個青檸汁 這就是當地人的做法 用檸檬或青檸的酸性去煮熟魚 然後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裡過夜 讓魚肉煮熟魚 第二天就把所有配料切粒 然後把所有材料拌勻 其實是很簡單的 所以今天就著重點聽我的狗噶 我們來吧 有一位網友就問我 男人普遍對於女人龍胸有什麼看法呢? 我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男人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 男人對於女人龍胸普遍都是禮計的 即是一見到女人脫衣 三對球是假的 就好像在電視上看到李思哲 即是硬硬 那叔叔那時候出來玩 那些球特別假一點 直膠一點 硬一點 所以拿下去就好像在隔夜的缽仔糕 就不好 即是視覺上和感覺上都不是好事 再說 龍左胸的女人 老了 不保養的話 那些球型很奇怪 即是 左邊捏頭就向北 右邊捏頭就向西南 扭了下去 很奇怪 所以你給我選 我寧願女人平胸也好 比龍胸 自然有自然的美 即是就算你是沒有胸也好 你只要身材保持得好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令到一個男人興奮 如果一個男人只是看波而做人 那他們就富夠錢 那些兒子在人生都不會走得多遠 所以不用理會兒子 女士們就不用有些信心 就算是平胸也好 不要去龍胸 阿叔最喜歡自然的身軀 那些魚捏了一晚之後 就先隔走多餘的汁 那這些是純粹個人意見 不可以代表所有男人都是這樣看的 總會有人喜歡李斯哲 所以男士們 有經驗的男士們 男網友 在下面留言 對龍胸怎樣看 可以大家知道多些 好嗎 那現在就把配料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倒進去 一盒二百克的椰漿 還有兩湯匙的椰絲 拌勻它 最後最後就放些鹽和胡椒粉調味 還有放半個青檸汁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菜要怎麼配呢 這個菜要怎麼配呢 就像生菜包一樣 其實用一些生菜 倒進去 然後拿著來吃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很清淡很清爽的 南太平洋群島的一個菜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